身形瘦削的陳凱琳竟然自封為叉燒達人 日前她就馬上KOL很有雪衣 一天內試吃五間著名叉燒店 做試食大叉試 Grace更形容自己愛叉燒的程度是 如果世界只剩下一種食物 她一定會選擇叉燒 除了叉燒之外 其實Grace還很喜歡吃午餐肉 這天她上到攀任比賽節目 主場真伯做嘉賓 就選了午餐肉來做比拼的食材 首先我真的很喜歡吃午餐肉 而且我又覺得我想想一些東西 真的會出來有挑戰性 因為其實你給一個很好吃的 可能和牛或者很漂亮的海鮮 你怎麼煮都好吃 但我覺得午餐肉怎樣可以令到它昇華 我就覺得這件事會很好玩 但我覺得今天真的很驚訝 你猜不到午餐肉可以做成這樣 我真的只會煮午餐肉 煎都爛了 只會煮 你會不會由今天開始嘗試一下 未去到那麼厲害 即是刁鑽鑽鑽鑽鑽 如何煮一件好吃的午餐肉 因為我真的這麼喜歡吃午餐肉的緣故 我真的會嘗試在家製作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那個功夫放進去 而且出到來 大家看到都會很開心 而且我又希望 因為我剛才試完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今天我想別人又試一下 可能我老公吃完又說 哇 太太 現在的廚藝不錯 今天由午餐肉開始 我們慢慢地提升 慘了慘了 由午餐肉開始 何時才到最 其實我也很喜歡吃午餐肉 所以OK的人 真心想說 有誰先不喜歡吃午餐肉的 沒有人 是吧 比賽的食材 通常會用到比較珍貴 或者是比較難處理的食物 這次寶哥王阿寶 和Ricky張敢唱 面對著午餐肉的考題 都覺得很驚奇 嘩 嘩了嘴 我看到了 對 一開個心裡 嘩 這件事沒有人會用來 我們現在的節目叫爭霸 一點點比賽的形式 沒有人會用午餐肉比賽 評判也不會這樣考題 他偏偏出這麼一題 我們就想到頭都爆 如何可以上大台 Ricky就做了一個威靈頓 很有看頭 我們就做一個家常一點點的 煎個五餐肉餅 再加上五餐炒桂花 出來的效果 大家也覺得很加常 味道很加常 但是我到現在還是想不明白 因為午餐肉和Grace 是兩種極端的東西 想不到他這麼喜歡吃 他說他喜歡吃 你再說一次 我真的喜歡吃 不是吧 經歷了幾場比拼之後 兩位廚藝高手都說 在比賽中學到很多東西 還啟發了自己很多新靈感 我抱著一個學習心態 那我就向Ricky學習西餐 因為我西餐真的不行 你看我的中餐 我都是一路學 第二集 有些西餐元素下去 有些香草下去 我都是 加上去零色不同 有很多花草 有很多花草 寶哥比我更厲害 那些西餐擺設 他比我更厲害 一路做下去 我覺得是好玩的 很好玩 非常之好玩 有些食材 你想一想不到 為什麼要這樣呢 但是到最後 突然之間 你怎樣也想到一些東西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就像安康魚一樣 即是一個中菜廚師 就算西餐 Ricky來講 都很少做 安康魚 安康魚怎麼搞呢 最名貴的果汁 但其他部份 整條都吃得到原來 我們就想到 如何去研究這條魚 樣子就好像石頭魚 很醜 但裡面 內裡的內餡很棒 某程度上 食材方面也好 或者是不同的煮法 都會刺激到大家的思維 接下來可以繼續努力 做很多不同的食材 是的 其實我已經懶了很多年了 突然間 這樣又被他刺激一下 我又開始想到東西 今天很大大激 很大收穫 很大收穫